大家好,今天这节课我们讲登录页的设计 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页面是什么样子 大概是这样子的 那皮肤呢还是少不了有我们整个产品的那种色调 还有包括这个Icon那些风格啊 基本上还是保持不变的 那如果从PS这个设计的这个技术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无非呢就再把它分成几个模块 不具好 然后这个一个模块 然后呢这个一个模块 然后这个一个模块 然后呢把这些字都打进去 然后把那个图标都做好了都拽进来 相对来说还是也算是不是那么复杂 但是呢我们今天这个主要重点要讲还是说 你把它拽进来了 那你怎么安置它们好 然后呢这个放在这里是有什么用意 这个放在这里有什么用意 就是等于说我们这个设计整个这个界面的一个交互的这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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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理吧 所以重点还是讲这些 那在讲这个之前 然后我们还是要先看一下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竞品 比方说这是百度新闻的 这是新浪新闻的 这是五八统成的 那当然这几家 那么这三家都比较弄逼一些 啊 更多还是你点击登录的时候你试一下它会直接会默认到那个 嗯 微博登录去啊那五八的话它也是属于腾讯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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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列的 他们更多的还是嗯 嗯 让它用简单的腾讯的一些用户体系啊来登录 所以他们会把这个腾讯登录啊放在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啊 啊其他当然也会支持这些这些这些相关的登录是吧 那毕竟只是啊嗯 嗯一个一个一个行业行业行业性的一个一个一个信息的行业信息类的一个产品嘛 嗯 肯定就是放到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了是吧 然后呢 这些登录了再放在下面啊 重重点还是推他们这个用户体系的一些登录 那呃 凤凰新闻呢 嗯 他们肯定就是你用户怎么方便登录 我就怎么样把东西放在最前面让你去让你去登录 所以呢 他把手机这些账号的他固有的一些登录放到下面来了 重要的还是让你说你怎么方便登录啊 你就怎么去用吧 啊 把客户把用户留住这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了 所以把这个放在下面呢 嗯 那作为今日头条了他更是大众化了 啊 当然他也会有手把手机登录放到最前面 但是呢 他他他他居然是隐藏他的啊 就要再多一步点击进去之后呢 再让他去登录啊 但是他让你登录的一个第三方登录了非常方便 你看把这些全部都列到 一溜过来了啊 你不想点他的时候你得点这些 就是呃其实其实这个手机登录跟他们的级别的还是有有有有那么个很并行的关系了 所以他作为一个作为一个呃 但是把注册放到这个最下面呢 那这里呢就是呃我觉得在交互上呢还有一些缺陷的地方 那正常的话应该是放到这个地方注册这两个中文字就可以了 很明显让你去用那你去注册啊 那把这个地方放在这个地方啊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啊 而且是他颜色的会特别突出啊 反而这个登录了我们颜色不突出 主要目的还是要突选出这两个登录 也让用户方便登录 哎呦我我登录很难受 哦我很麻烦啊 那我就我就不登录了 那这种用户那怎么办 所以呢还是要让你很方便的就能看到 你可以很简单的用QQ登录或者是那个信号登录啊 是不是啊 那这样的话他就不至于说 哦我哎呦我只一纠在这个地方 哦那我要选个登录很麻烦啊 你如果是只写这么几个字放在这个地方的话 那肯定大家也就不会去登录了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用意 那为什么把它放在上面去 把它放在下面去 既然让它很方便登录嘛 所以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还是有自己的那个比较自私的一方面呢 还是更多想引导用户 你看你能不能用手机去注册去登录 是不是啊 所以呢还是要把这个放在最下面 放在最上面 但是没有把它颜色突出 就是最要是让它这个地方能够选得更 更那个明显一些 那说到这个第三方登录的话 其实这里如果说再来有一个 微信登录的话 是不是相对来说会更完整一些 就像刚才的那个那个凤凰新闻嘛 是不是 但我们没有放的主要目的 还是因为说整个页面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拥挤的 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说 当初当初嘛 那个就是从技术层面 从那个程序开发的那个层面来说 那个先不做那个微信 先不做微信登录 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麻烦一些 而且那个时候是急着 为了升级用 能够让尽快的让这个 这个版本能够升级上去 所以呢 就减化掉了 所以呢 也就是 有我们现在这个界面的这个样子了 但如果说真的是 如果是说真的非要加一个 另外的一个登录的话 那这里还显得有点拥挤的 那这两个图标肯定不能这么大 相对的小一些 那我建议这个 这么长的一个名称 也没有必要用这么多的文字去表达了 比如说新浪微博登录 直接去收微博登录就好了 QQ账号登录 直接去QQ登录就好了 没必要用这么长的字 但这种的话 做UI设计师的话 虽然好像不是我们 那个 不是我们分类的一些要求嘛 但是你为了让你的 这个界面更协调一些 这些你就应该有那种 条件反射的 去给你的产品经理 去提建议 这样的话能让整个界面 会相对说更协调一些 那把注册放在这个地方 显然让新用户说 不要去注册了 让你直接去登录 用这两个去登录就好了 这是推荐他们用 用那个第三方登录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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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巧了 但是我们这个的话 尽量的还是能够让用户 自己有 有手机能够留下手机号码 这是最好的 以后呢 因为它是一个方产类信息 如果需要做一些线下活动的话 能够能够找得到 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引导了 个人认为还是最好把注册 用中文字两个字 直接放到这个位置来 很明显的 但不用比它大 稍微比它小一点 在这个位置会更合适一些 更直观一些 也能够引导用户 新用户 没有账号用户去注册 因为有些人还是不太习惯 用这种第三方登录 他会感觉 有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或者是在互联网上面 混得没那么长时间的人 他会觉得 我在授权的时候QQ登陆 还有微博登陆 我在授权的时候 我要同意你这个 他心里会有些障碍的 会有的 特别是买房的 因为都还有一些 还有一部分人 是上了年纪的 在关注这些信息的 那些人呢 他们在授权的时候 心里都会割打一下 所以呢 推这个第三方登录 给年轻人 很方便的去登录的情况下 我们也不要去忽略的那些 相对来说 比较 一扫 就是那个 年纪相对大一点的一些用户 好 那整个这个交互的话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用意了 那我现在再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如果是这个页面去设计的话 我们应该注意哪一些的东西 我建议是这样子的话 分组的话 因为这个页面会相对比较散一些 分组的话 这个是一组 作为一个内容 这个呢 作为一组 不是 整个这个 作为一组 就是登录信息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建议是 也可以做成一组就好了 不要跟他在一起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 我们把它放在一组的话 经常会去对齐 包括他这个间距 也可以好好调整 让他在这个页面里面 居中 这样你就比较好调节一些 如果说把它再拽进来的话 那你这个 就比较不好去居中对齐的 那这个下面这些 比较相对次要的信息 也作为一组 那背景色 也是选用相对来说 比较柔和一点的 单维色 来作为这个背景色 好 好 那这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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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